德云社的班主郭德刚在解释为什么自己如此招恨的时候 说过一句至理名言 说同行是冤假 修鞋的从来不会恨修自行车的 正是因为利益的冲突才让同行对德云社处处排挤打压 8月16号一档名为全力以赴的我们的综艺节目官宣 演员阵容曝光 之前曝光的相声演员曹云金没有出现在嘉宾阵容里 这档节目召集十几位明星 让他们参加拳击训练营 在经过训练以后在拳击台上进行比拼 有道是拳脚无眼 就算是节目组再小心 恐怕演员在拳击对抗的过程中 也不可避免会受到伤害 这档节目也确实是豁出去了 在这档节目刚刚预热的时候 曹云金是出现在拟妖嘉宾名单里的 可是最后节目组还是选择德云社的烧饼 节目组这么选择并没有出乎大家的意料 因为曹云金跟烧饼比起来 烧饼几乎是处处占优势 烧饼已经参加过不少综艺节目 也算是个综艺咖 还参加过明星运动会 口碑也不错 曹云金却是负面评价不少 而且烧饼打的是德云社的名号 能够为节目组带来不少流量 这也是节目组要考虑的主要原因之一 还有一点 烧饼是郭德纲的儿徒 也算是郭德纲最宠爱的徒弟之一 不管参加什么综艺 郭德纲都会给他最大的支持 届时随便派几个德云社的演员 给烧饼来个助演 节目组就是一分钱不花 白赚流量 而曹云金如今是单枪匹马 除了他自己以外 他的团队基本上没有什么知名演员了 双方的差距太大了 况且烧饼跟曹云金都是相声演员 定位重复了 节目组不可能请两位相声演员 这又不是欢乐喜剧人的比赛 所以在最终官宣的嘉宾阵容里 没有了曹云金 留下了德云社的烧饼 同行是冤家 这句话确实不假 毕竟相声演出市场 就这么大一块蛋糕 你吃了别人就得挨饿 怎么能打不起来呢 说到底打铁还需自身硬 你的实力比别人强 就终究会发光 德云社和曹云金如今的差距就是最好的证明了